面对风云诡决的国际形势 中方领导人依然稳坐掉于台 但远在菲律宾的小马克思已经坐不住了 因为中国已经不再忍让 开始对非方的非法座贪人员进行逮捕 照此发展下去 中非之间的矛盾必然愈演愈烈 这是小马克思必定不愿意见到的 而且东盟多国也纷纷下场表态 尤其是与菲律宾临近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表示 会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中保持中立 这就让小马克思的反华政策 显得更加标新立异 自小马克思2022年上台以来 就一直挥舞着美国大旗 成为美方对华战略的极先锋 可他上台一时 外界对于他的评价都很一致 认为他应该会延续前任总统 杜特尔特的侵华策略 让中非关系稳步升温 继续提高菲律宾的基础建设程度 现在看来 这种对华友好的假象 也许是小马克思用来竞选上位的筹码 这样民众尚曾看在实打实的利益份上 都会支持他 还是那句话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永恒不变的主题 菲律宾也不例外 不过小马克思身上的利益纠葛 远远不止于此 故事要从他的父亲老马克思开始说起 老马克思有军队认知经历 是菲律宾抗日领袖之一 被誉为抗日英雄 曾经被迈克阿瑟任命为 北吕松八省行政官或上校军衔 1959年开始 老马克思开始步入菲律宾政坛 1965年代表菲律宾国民党参选总统 并获得成功 此后的1969年 1981年 1986年 老马克思都顺利当选菲律宾总统 这样一个前后四次担任菲律宾总统的人 最终打败了他的 是贪腐和选举舞弊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老马克思一家贪污了100亿美元的供款 并且他大选中操控选票技术被发现 引起了大规模群众抗议 被迫流亡美国下位一周 即便如此 他也将大部分赃款带离本土 在美国三年后去世 老马克思去世后两年 小马克思回到菲律宾参政 马克思家族经历这件事情后 没有丧失经济和政治基础 丧失的只是人望 小马克思花了30年 重新将这份人望积累起来 并最终于2022年当选菲律宾总统 但他的上台也埋下了祸根 首先他是由美国扶持上位的 美国给予了小马克思很多支持 自然也掌握了他很多把柄 美国这是在做政治投机 小马克思是他们最容易控制的 菲律宾高层领导人了 前任总统杜德尔特在任时 对华态度友好 与中方达成了一系列合作 在他执政期间 中方允许菲律宾渔民进入南海捕鱼 并且同意与菲律宾 共同开发南海海域的渔业资源 这不仅让菲律宾得以名正言顺地 进入南海发展渔业 也给渔民带来了更多的收益 对于菲律宾来说 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好事 中国当时还是菲律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与第二大投资来源地 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度持续增长 中国的外资帮助菲律宾建设了 诸多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体现在铁路 公路 桥梁等处 大幅改善了菲律宾的交通运输条件 本来杜特尔特的女儿 莎拉也有竞选总统的资格 但是由于美国人的插手 变得胜算渺茫起来 杜特尔特只能退而求其次 让莎拉和小马克思搭档竞选副总统 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杜特尔特的态度一直是不置可否 因为从他对小马克思的观察和了解来看 小马克思应该不会做出损害菲律宾利益的事情 但事情却恰恰相反 小马克思直接扛起了反华大旗 比日本跳得都高 虽说这背后有美国的原因 但也不好说 有没有小马克思自己的主意在里面 毕竟他只用了短短一年 就将此前中非达成的诸多共识彻底打破 开始不断地在南海范围内挑衅中方主权 从菲律宾前段时间 一直在围绕南海岛交做文章也能看出 美国一旦有意 让菲律宾去下半子干坏事 菲律宾想做也得做 不想做也得做 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论如何 中方对于这种行为向来也不会逆来顺受 现在 中方不仅禁止飞方渔船进入我国领海区域 进行捕捞作业 还中断了之前的合作 菲律宾国内的基础建设一度陷入停滞 可小马克思依旧不知悔改 面对这种情况 杜特尔特都看在眼里 但他也不是能憋住的人 而是公开对小马克思的方针表示不满 认为菲律宾不应该和中方翻脸 小马克思对于这种言论也无可奈何 因为菲律宾军方内部并不支持他 里面都是支持美国的人 照这样看来 等到菲律宾国内矛盾完全爆发的那一天到来 小马克思的下场可能比他父亲还要悲惨